大家好 今天想和各位說說光澤肌這個題目 有些朋友都說經常喝檸檬水 又吃膠原蛋白的補充品 或者有些人會吃珍珠粉 但看上去皮膚都不覺得是光澤和透白 可能你是忽略了一個很細微的地方 其實要有光澤肌 有一樣東西其實做了就可以了 很簡單 但也可以說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就是去角質做磨砂 尤其是在一個比較冷的天氣 去到一個較熱的天氣 例如冬天轉夏天 那些過度的月份就要更加特別留意 因為冬天的時候皮脂的分泌會比較少 加上天氣比較冷 過了冬天去春夏天的時候 其實呢 因為皮膚的角質就厚了 就會變得暗啞 還有沒有什麼焦氣 所以就要做多些磨砂才行 要去掉些死皮 就迎接我們一些新的皮膚 就會比較容易吸收護膚品 其實很多牌子都有出磨砂的 但有時候剛好家裡用完 或者你想轉一下新的皮膚 我會分享一下自己怎樣做 我會用粗鹽再加蜜糖 或者燃蜜加蜜糖 混合在一起 然後放在臉上 輕輕地打圈 當磨砂膏用就可以了 大約30秒就足夠了 如果你說怕洗臉的時候 那些燃蜜會塞在洗手盆 那我就會用濕的紙巾 先擦走燃蜜 然後再沖水就可以了 你會發現用完之後 皮膚真的馬上很光滑 另外也可以用我們的 Karinda純正滋潤潔面乳 去幫助你的皮膚去角質 其實外面有些潔面乳 都會帶有磨砂的成分 裡面可能會有一些磨砂粒子 如果用來洗臉 雖然可以去角質 但會有機會傷到眼部 那些嬌亂的皮膚 但Karinda的潔面乳就不同了 它就沒有這些粒子在裡面 而它裡面其中一個成分 就叫紫橙 這個紫橙裡面有一些 天然和酸的成分 是可以幫你去角質的 所以就非常溫和 是不會刺激皮膚的 尤其是如果你是 本身是敏感性的皮膚 或者是可能一些 暗瘡肌膚的朋友 都會很適用的 但是做磨砂的時候 有些事情是要留意的 有些人就會問 究竟是應該先洗臉 還是先磨砂 有些人就覺得做磨砂先 因為跟著洗臉 就可以把髒東西 全部一起洗走 其實按理上 就應該是先洗臉 因為如果不洗臉 臉那麼髒 然後做磨砂 就像把髒東西一起磨砂 另外磨砂之後 皮膚比較嬌亂 如果你馬上洗臉 都怕刺激到那些 剛剛重新出來的皮膚 所以這方面就要留意 另外就是磨砂的力度 其實不同位置 即臉不同的位置 磨砂的時候要留意 通常就是由額頭開始 跟著鼻戈 鼻翼兩邊 下巴這些位置 這些地方都可以用正常的力 去做磨砂的 但如果你去到這些臉頰的位置 輕手一點就好一點了 因為臉頰位置比較突出 其實他通常日常的傷害的情況會多些 他的皮膚相對都是薄些的 所以抵禦能力就會低些 而且這些位置 比起這些T字位 出油也是少些的 所以角質層相對沒有那麼厚 所以其實也不需要太大力的 最後就不要忘記 面部連頸這些位置的皮膚 其實那些都是需要去走那些死皮的 否則久而久之你就會有兩折色 如果這樣做磨砂 就可以減低這個情況出現 最後我就想分享多一個 面部拍打的小提示給大家 因為如果你臉上有暗粒 粉刺或者是暗瘡 就算怎樣漂亮的光澤機 其實也不會呈現出來 那大家可能有空的時候 或者每天睡覺之前 就用手輕輕拍打 嘴部這些周圍的皮膚和下巴的位置 而且還可以用手背 拍打面部連頸這些皮膚的位置 為什麼呢 其實這些地方 都有很多毒素積聚在這些地方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時候 這些位置特別容易生暗粒和暗瘡 如果你用這個拍打的方法 是可以改善到這個情況 我自己就成功過了 也有想為證分享給大家看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可以給個Like去鼓勵一下我們 也可以追蹤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和IG 可以繼續看我們預備給大家的健康護膚資訊 下次再見大家 拜拜 好